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家人曾经去医院照过核磁共振 仪器可以扫描人体的各个切面 得到各层非常清楚的身体内部影像 骨骼器官的细部结构都能看得到 那核磁共振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在解答之前 让我们先复习之前学到 电和磁的相关概念 一开始 人们知道有电和磁的概念 电荷会产生电厂 磁铁会产生磁场 这是静电和静磁学的内容 但之后科学家发现 电与磁不是独立的 稳定的电流会产生磁场 封闭线圈内的磁通量改变会产生电流 建立了动电学的理论 让我们将所有理论条列下来 静电学 电荷会产生电厂 也就是库伦定律 还有静磁学 单独的磁集不存在 不管如何分割磁铁 永远都同时带有N级和S级 接着是电动生磁 电流会产生磁场 也就是安培定律 以及磁动生电 封闭线圈内的磁通量改变会产生电厂 进而驱动电荷移动 产生电流 也就是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理论 会发现电与磁之间存在了一些对称性 但又不全然对称 比如第一和第二条 如果电和磁是对称的 第二条应该是磁单极会产生磁场 但是自然界中磁单极不存在 磁力线都是封闭的 接着看第三条 电流会产生磁场 若电与磁对称 第四条应该是磁流的变化会产生电厂 但是因为电流是由于进电荷移动所产生 而磁却没有磁单极 N、S极永远同时出现 所以没有进磁壳 磁流永远等于0 如果用电荷来类比 就是正负电荷永远同时出现 进电荷等于0 因此电流等于0 经过以上的推论 我们可以得知磁流的变化会产生电厂 这句话没有意义 不过这不是所有的对称性 当科学家马克·士威尝试将这些理论统合起来时 他发现若第三和第四条对称 因为磁场的变化会产生电厂 第三条应该要加上 电厂的变化会产生磁场才对 马克·士威把这一条 加入了他的电磁学统一理论 写成著名的马克·士威方程式 但这个预测 建构在电与磁对称的假设上 我们必须透过实验 才能证明这个现象是否真的实际存在 想象有一个连接交流电源的线圈 根据安培定律 线圈周围会产生磁场 如果将中间一段导线移走 并加上两面互相平行的金属板 两板之间不会有电流 那平板周围的磁场仍然存在吗 如果线圈连接的是直流电 很明显的 断路之后整条导线就没有电流 磁场也就不存在 但是如果连接的是交流电 虽然断路处没有电流 每一段的导线中 电流仍正常来回流动 并在平板两端形成不同的电位 因此平板间会产生电场 方向由高电位指向低电位 由于连接的是交流电源 电场方向会不断来回震荡 根据马克世威方程式 电场的变化会产生磁场 因此虽然切口处没有电流 仍会产生磁场 而且产生磁场的形状和大小 与线圈还未被切断时相同 科学家赫兹制作出一个震荡电路 相当于一个交流电源 并证实了这个现象 说明马克世威的预测是正确的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下列哪一个装置周遭 无法量测到磁场 电线赶上电线和室内插座的电 都来自发电厂产生的交流电 电池输出的则是直流电 此外 选项A、C为通路 电流会产生磁场 选项B虽然是断路 但交流电有变化的电场 因此也会产生磁场 而选项D是直流电 没有变化的电场 因此不会产生磁场 学习过新内容之后 让我们来回答片头的问题 核磁共振的全名包含核与磁 也就是氢原子核和磁场 它们之间的共振会产生电讯号 透过量测这些讯号 就可以生成身体内部的清晰图像 详细原理如下 我们身体中的原子 有很大比例是由氢组成 包括水和油脂 氢原子核由一个带有自旋的 直子组成 由于直子带有正电荷 一个旋转的直子 可以被想象成一个通电的线圈 有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因此氢原子核 可以被想象成一个小磁铁 做核磁共振时 机器内部会有一个强大的背景磁场 这些小磁铁就会全部指向 背景磁场的方向 接着机器会加上一个 规律震荡的电磁场 由于变动的电场也会产生磁场 因此会造成整体磁场 规律的变化 氢原子的方向也跟着规律改变 改变的频率 与背景磁场的强度有关 科学家透过把从头到脚 各个位置的背景磁场大小 调整得不相同 就可以把全身分成不同薄片 有各自不同的震荡频率 当关掉震荡的电磁场后 这些氢原子就会慢慢停止震荡 回到原本指向背景磁场方向的静止状态 不同的组织含氢原子的量不同 因此回到静止状态所需的时间 和讯号强度都不一样 透过观察这些讯号 就可以生成核磁共振影像 核磁共振常用于感染和肿瘤类的疾病 因为这些疾病会造成组织的含水量改变 可以由核磁共振清楚地看出来 由于核磁共振只需要电磁场 不像照X光必须曝露在高频率的辐射之下 因此是相当安全的检查 今天我们学习到统一的电磁学理论 不只包含库伦定律 单独的磁集不存在 以及安培定律和电磁感应定律 也就是电动生磁和磁动生电 另外 我们也透过电与磁的对称性 发现变动的电场也会产生磁场 将所有理论写下来 就是马克思威方程式 核磁共振就是这个理论的一个著名应用 马克思威告诉我们 不只变动的磁通量会产生电场 变动的电场也会产生磁场 因此两者会不断地相互产生和影响 形成震荡的波形 马克思威称之为电磁波 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和无线电等通讯 都是使用电磁波的原理 电磁波到底是怎么生成的 又该如何被应用在生活中呢 详细的内容将在下支影片中介绍 我们下次见 拜拜